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昨天晚上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说 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柯默要把关键的证人带到国会去作证 影响非常大 它潜在影响非常大 国会有这种监督权 当然会把那个人放 会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程度在里面 但是也表示大家相互的拼手 而这个比格斯呢 讲说在调查拜登这件事情上 他们认为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呢 拿到了绝对的 拿到了绝对的优势 这么讲绝对的优势 当破格把1023文件拿过来之后 那也就是FBI的局长投降之后 在美国的FBI里面 有不止一份1023文件 对吧 1023文件它会分析着 就是每一个具体的案件 某个具体的人 具体的人 具体的时间段 具体的发生环境 和发生了什么 那针对川普 针对拜登 会有不同的 以及他相关的人 会有不同的1023号文件 来围绕着与这件事情相关联的 不同程度的具体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呢 因为1023号文件特征就是 它是非机密性的 它非机密性的 我想它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来自于FBI的付费的 就是有报酬的线人 但是呢 它提供的消息 并没有被FBI本身 或者美国司法部的 其他的情报人员 加以佐证 而美国现在的 美国政府现在的一些内容 现在一些证据呢 也无法跟所上递交的情报 相互交叉的有个交合点 可能有 可能没有 也就说 是无法被佐证的 这样的情报来源 情报内容 那也就变成了 它为什么不是一种机密 你可以把它当成小说看 但它文件又确实有 而FBI本身呢 又把这一类文件呢 进行过图改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它图改的一个很大原因 它要保护那些限制 这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呢 它又不是一个机密文件 所以美国的 美国文件的编制程度呢 编制这种机构 同样就给了美国司法 美国的众议院以借口 他说要调出更多的1023号文件 而这个文件跟原始的1023号文件 第一批的文件 不是一批文件 是不同的 要涉及到的人高达23名 那而它的中心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拜登 拜登的腐败 那那听起来呢 给我感觉听起来就是信心十足 他们要把拜登干掉 那这个人早在一年前 就对拜登提起了弹劾的一个动议 当然弹劾动议 它需要整个众议院本身有所行动 一个具体的议员提出这种动议 但是作为House 作为众议院 他可能不一定去接受它 就不一定把它take 不一定真正去讨论 但并不妨碍他们作为议员 他们拥有的权利 所以他是不喜欢拜登的 他是主张弹劾拜登的 那弹劾总统这个比较麻烦了 就是很显然在参议院很难通过了 这都是两党政治的决定 但是如果他披露出更多内容来 譬如说更多的细节来讲 那对拜登对今天的竞选 对2024年的竞选 会带来很致命的打击 比格斯 监督委员会本周将 拿到更多的1023文件 那用来支持整个这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 就是拜登 从乌克兰手里拿钱的问题 拿钱的问题 昨天的节目中讲到 我们积累证据 本周我们会获得更多的银行记录 这个呢 是科莫已经提到过 我们还会拿到更多的1023号的文件 这是联邦调查局的文件 所以这里他提到联邦调查局的文件 那这一份文件的本身 将对这个 将对拜登呢 带来很致命的东西 他也提到 我们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比司法部四五年做的还多 我要把它汇总在一起 然后找出他相互之间的关联 也就变成了 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 就代替FBI在做工作 其实这个故事 我看故事是变成这样 那FBI就成为了真正阻撓的人 那司法部成为真正的阻撓的人 也就变成了众议院 在跟司法部之间 在进行搏斗 那伯总 即将到来的1023号文件 跟第一批文件 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线人 他说FBI 从其他来源 获得的其他的报告 但他们不愿意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它拿到手 FBI一直在阻撓 能够看到当初的文件 经过大量的编辑 也就是说被修改过 但考虑他被解密 这是不寻常的 那现在的关键问题 其实是在乌克兰一方 那乌克兰的当事人 如果有所表示的话 情况就迥然不同 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 乌克兰一方的有所表达 在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 我昨天节目中讲了 那17个电话录音 为什么在新闻上 为什么在今天的众议院的人们 嘴中消失了 这是一个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 但很显然 在川普被告之前 这是一个非常风头正紧的内容 是由参议院格拉斯利提出来的 他知道细节 15个电话录音是亨特的 两个电话录音是拜登的 就是他爸那为什么现在不提了 这一个星期都不再提 那个原始录音到底在谁手里 这是一个巨大疑问 真的是个巨大疑问 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提 一般在星期日的节目中 会非常大胆的轻松的谈到 因为那已经不是秘密了 格拉斯利当初谈到17个电话 也是在星期日的节目中 比格斯自己讲说 他们准备了一个弹劾计划 准备潜在的弹劾计划 而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 也宣布对现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提出调查 甚至弹劾程序 也就今天 美国众议院瞄准了 美国政府中的总统副总统 这个 FBI的老板 司法部长 国土安全部长 那比格斯自己讲说 他曾经撰写过一份 提出过第一份弹劾计划 我们核心小组里有人 谈到了宪法的理性 法律的词汇 我们把这些鸭子排成一排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往前走很舒服 我们最不希望的是 无法在众议院完成弹劾过程 排成一排意思就是说 挨着个儿的弹劾他们 这是他提出的说法 而我眼睛里看到的 他最大价值就是 他要拿到更多的1623文件 那完全是围绕着拜登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